是 選拔金牌實驗員 這沒法玩 你改中這不會美女 你要帶一杯酒 我請中不了 沒出息 你擺我 加油 加油 我宣布第一季火星研究院的 金牌实验员就是 现在时间差不多到 我不去 你哪里 你为什么要帮我 要干吗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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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可以 军队 帅 各位亲爱的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幽顾和银河库宇联合为您打造的 火星研究院 本节目由你负责疯狂动手 账单交给你的朋友的花呗 特别赞助不出 火星研究院在这里 用火星的方式来解决地球人 关心的问题在这里行动 就是超能力 这个时间过得真是非常非常的快 这一刻 已经成为了本季火星研究院的最后一期了 所以在这一期当中呢 我们自然就不会请杨迪 收官之座没有参应 收官之座 因为他正在执行我交给他的一个秘密的任务 待会儿大家就能够见到他了 不要见到他 今天我们要用一次终极考核 用火星的方式来选拔 金牌实验员 金牌 我们设置了 心理考核 脑力考核 和体能考核 每关考核都要淘汰排名最低的两位实验员 最后我们研究院的金牌实验员 就能够获得火星研究院独一无二的火星勋章 好 他这是我的了 而且最后要刻上你们的名字 那卖不掉了 行动吧 火星实验员 要成为金牌实验员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心理考核 首先有请让我们几位都无比炸蛇 在他面前几乎就是一个透明人 心理所想完全被他知道被他控制的 该不会是松明 好恐怖哦 不要 松明老师为我们各位实验员 带来的考核内容是什么 考核内容就是 我们给每一位实验员配备五位神秘人 然后实验员通过我教给大家的 一些心理入侵的方法 来判断石头在哪一只手 得分最低的两位就会被淘汰 那简单来说 哪些是我们实验员可以立刻学到的 第一个判断的点大家要记住 是看他哪一只手比较高一点 第二捏他手的时候观察这个部分的肌肉 然后下一步就是测他手的阻力 阻力越大的那只手 就是捏着石头可能性最大的那只手 最后一步通过他的语速来判断 因为人在说谎的时候 无形当中我们会加快自己的语速 因为很想把那个答案给说出去 希望大家能够用我 交给大家的心理入侵的方法 来做你们最后的考核 火星石考核正式开始 第一步 抽起神秘组 第二步 神秘人上场 第三步 猜猜猜 我们首先有请 灿点组上场 好适合灿点哦 这个比较好胜巴 预备开始 汉区里是摩托摩了 摩托尖横塞 预备开始 是在这次手吗 你猜吗 你猜猜猜吗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这个比较好猜吧 要好猜吧 好了我知道了 这次手打开 抓你们的啦 上了 好 你都回答不是就好 是这次手吗 有可能啊 没 我们先放松一下好不好 放松 这次手啦 打开 我觉得是这次手 好 就这次手啦 开 上了 你猜猜中我这五位美女 你要答应你走喔 那很可怕 是这次手吗 好 不可以了 不能换 谁是手 猜了啦 谁是手 打开 耶 恭喜汉典猜中四颗 接下来我们有请前锋组 好 耶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上次我们挂手臂的那个哥哥 对 你喜欢我吗 我的天 为什么 陈锋哥 你的前女友 什么前女友 好朋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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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右 右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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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的醉 你还要跳舞吧 哦 第一 啊 三个 接下来有请熊子菊的 秋字组 哇 熊子菊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不是这一组 为什么 是这只吗 你猜呢 是这只吗 是这只吗 你觉得呢 这只 一个 你想我在哪个手 我不想你 你不要晃了快点吧 在这只手吗 在这只手吗 下一个又对了 美女放水吧 后面是不是在这只 在这只 打开就是这只 大乔 姐姐我是小乔 好 好 好 这样子我们再强 我看不见手了 不行 看着我的眼睛 在这只手吗 这只 嗯 对 猜对了 哎 脸红草呀老妹 来 拿出来 这只 我让你 没猜对 没猜对 不行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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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手 四个 我们有请火刺组 第一步 走 导演啊 要玩的 第二步 拜托 汪世伦组 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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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璐组 好 哇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我集中不了 院长 我集中不了 我 我拽不出来 没出息 没出息 快去 草璐 注意他们的肌肉纹理 只能摸手臂肌肉啊 胸肌不能摸 我觉得是这只手 不是 我觉得是这只手 不是 你骗我就是这手 我是 这手 哇三个 这个手 对吧 啊 错了一个错了一个 啊 哎 哈哈哈 你们是心里姐姐吗 行啊 这个太坏了 在这个吗 不是 在这个 哎 就是这个 啊 对不对啊 啊 我就对了两个啊 这位就是我们的红唇小姐姐 可以接面吗 大家对你的样貌都特别的在意 啊 啊 还有 哈哈哈 在这个手吗 在 在这个手 哈哈哈 哥 哥 哈哈哈 哈哈 在这个手 对一个我对一个 在这个手吗 在这个手吗 在这个上 对 两个 有请雨昕组上场 看到松明老师没有 现在请雨昕做好准备 片长 这还怎么玩 手领里五个都才算 说不定 片长会变魔术我跟你说 好 我不能让他猜得出来 在这个手吗 不在 没看我害羞 不在这个手吗 不在 不在 你真厉害 在哪个手 随便 三个啊 这个手吗 不是 那这个手吗 不是 超差异的 全军覆没嘛 我们这组只能靠松明老师了 不过于是一向情商智商都很高 我的心都乱跳了 我的顺手是右手 没事我听不懂 听不懂 顺手就是他平时用哪一首示范 你确定在这首吗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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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这猜对 这猜对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猜对呢 每个人都会稍微眼睛有一点点怪怪的 那松明老师呢你解释一下 松明老师说了他的那个惯用手是右手 我觉得雨漆比我厉害 我们要恭喜其他晋级的几位实验员马上进入到下一轮的火星考核行动吧火星实验员 好 好了各位 第二轮火星考核是脑力考核 既然是脑力先出几个题给你们预热一下 好 脑筋集成 首先 快速伸出你们的舌头 然后 触碰鼻子 好 好 好 OK了 前锋获胜 好 快速伸出舌头 触碰鼻子 玩这种 好 言归正传啊 进入实验 我说开始之后你们就跑到桌子前面 打开桌子上的火星任务单 按顺序完成清单上的任务 然后举手示意 大家记住 一定要仔细、清楚、认真的看 任务清单上的内容 最后两位完成了 将吴源进入到金牌实验员的 爭奪过程当中 各位,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好,现在我们数 三、二、一,开始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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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韵 好 été 好 好了 事情 全名 我也有 imposed 进行到哪一步啊 路姐你在干嘛 加油 慢一点 好好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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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路你也太慢了吧 人家都进行到第六个了 妈妈 她太注意形象了 要公主抱公主抱 你要选一个瘦一点的异性 有没有异性借我 你要公主抱一个男的 我抱你可以吗 可以 抱你吗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光明在那边上泛光明瓦 你心觉得要爱你 就不会轻易放弃 我还想浪浪的许愿 这个任务出的好 哎哎哎 借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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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你赶快去找 赶快去找 找个女星 易逊 我我我抱谁啊 我抱你 我抱你 不是 我得抱别人吗 你先借我用一下 真的 一 二 三 这些人都疯了 来来来来 一 我真的疯了 我真的很疯了 怎么后患了 哈哈哈哈 一 嚕嚕嚕嚕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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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哇哈哈哈哈 蛤 哈哈哈哈 这个已经完事了 好然后呢 没了 还要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 没有了没有了 所有的字啊 文哥 嗨 紫薰已经完成了 陆姐你就抱一下吧 麻烦了别看我 文哥是最美的 我们是不是都做错了呀 他做完了 仔细看完就上面的每一个字了吗 好 时间到 在实验开始之前 我一再强调 每个人都要仔细看清楚 所有的内容 最快的是谁 紫薰很快 紫薰 好 呀呀你把我来 哈哈哈哈 我 小赵也要看我不知道 其实你们这个任务什么都不要做 只要在这个纸上的空白处签名 则完成任务 呀 我们节目的脑洞 就我没签啊 我也没签 你怎么那么傻啊 也不聪明 所以没有完成任务的是 潮露和陈翰脸很遗憾 你们无缘金牌协人的争夺战 好的,你们三位 马上随我进入到秘密基地 进入到下一轮爆发力的终极考核 我跟你们一起出外景 真的啊 足以证明这个外景 有多么的恐怖和下雨 对呀 其实都把火星吃业员 欢迎各位 这个阵仗有点大呀院长啊 对对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小客厅 哎呀小客厅啊 哈哈哈哈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进行我们火星研究院的 体能爆发的考核现场 雨昕 潜大赌 潜大赌 还有熊肠腿 哇哇这个大肠腿 大肠腿 哈哈哈哈 发现没有 我们现在好像似乎还少了一个人 你们有没有觉得 啊没没觉得少呀 真的没有印象啊 到底有少谁 哦我知道了啊 九龄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们可爱的杨迪 杨迪被我分配去做一个神秘的特殊的任务 没有他就完全完成不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环节 我们掌声 欢迎碧马瓶杨迪 哟赫 一件车马 哈哈哈哈 我们掌声欢迎洋迪啊 转发这条锦里 会有好运 最后一轮实验员将进行 实密赛跑 考核他们技能中的爆发力 爆发力最强速度最快的实验员 则成为第一级火星研究院的 精彩实验员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是考虑的是人类的爆发力 所以 雨昕 紫棋 还有前锋 你们要跟你们身后的这几样 进行比拼 我的天哪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这金牌好难拿呀 接下来有请本轮的考核官 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 陈萌老师 又是他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遗忘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啊 兰博吉尼的汽车 剑硕的大马 塔利强劲的摩托车 风阻系数很小的自行车 还有一条活蹦乱跳 即将变成火锅的鱼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奔跑有可能吗 我们今天要比的并不是说 它的一个极限速度 而是指爆发力 前十米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看了更多的是你的一个爆发力 我们知道汽车在刚刚起步的时候 从你大脑发出质量到汽车发动机 需要一个零点几秒的时间 世界那种顶级的运动员啊 他跑前十米的时间是1.5秒左右 那么咱们普通的人的话应该能跑进两秒 哦 我们就是普通人呗 哦 有可能 我们能跑进两秒 哇天哪 你长成这样 你还叫普通啊 嗯 特别普通啊 特别普通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比赛了啊 杨迪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任务 他负责鱼 哦 哈哈哈 赶鱼 赶鱼 而且杨迪为了让自己在赶鱼的时候 更加充满的喜庆 待会会换一个中国年华里的肚兜 哈哈哈 啊肚兜啊 精彩了 精彩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比赛了啊 雨昕 你第一轮好来好不好 加油 啊 加油 加油 雨昕 雨昕 加油 雨昕 加油 把车换了 预备 好 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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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鞋很高 吓死我 都挺快的 对 鱼也到了 到了 我们到了 鱼刚到了 跑了跑了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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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汰了 淘汰了 小宝 小宝好没有运动精神 不愧是金刚芭比 将有一些成绩仅次于超跑的摩托车 二人中飞鸟前锋 能否超越所有工具 成为鸟中之光呢 接下来 二号参赛选手前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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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哥风哥 一路凯克 加油 加油 好 将位 颅度 预备 预备 几颗 立众 颇 设客 出品 我快把驼驼车跟风格好像是同时过的线 哎呀 子晴 子晴 你不要跑太快了 子晴 你不要跑太快了 塑料有情 塑料有情 塑料兄弟情 他掉头了 这鱼能不能到达中脸呢 我的胖胖胖 你的脂肪真是拖累了你呀 跟摩托车的距离只有以赴之遥 哎 接下来万中其代的火星大长腿熊子骑 能否超越摩托车呢 加油 加油 大长腿 快去看 你跑不过这个 下一季就是九龄来 什么 你别激他 一会把他的斗志激出来了 我这样怎么把他斗志激发出来 哥哥运心良苦啊 哈哈哈哈 左车位 准备 差不多 基本的都差不多 基本的都差不多 好 接下来公布这一轮的比赛成绩 因为这一轮的比赛成绩将决定火星研究院第一季的金牌实验员是谁 首先我们来公布一下 小宝成绩 20.28秒 哇 也很棒 好棒哦 自行车的成绩 3.32秒 好快啊 小宝确定是20吗 对 差太远 马的成绩 2.84秒 跑车的成绩 2.36秒 摩托车 2.05秒 马这么快 熙熙的成绩 2.5秒 5.5秒 好 不错 前锋 2.22秒 好 紫棋 2.0 5秒并列第一 5秒并列第一 我们刚才综合了 一台 两台 三台摄像机 跟三到四个计时员 无数次倒放观察最后的起跑线 审核 你和摩托车到达终点的时间 一模一样 哇 好快 所以我宣布 第一季火星研究院的精彩实验员就是 熊子齐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赛跑当第一天了 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迅速把熊子齐的名字 抱回我们的制作基地 请工匠迅速把熊子齐的名字刻在金牌上 熊子齐这个名字比划太多了 还不如刻个前锋呢 刻个前锋呢 刻个前锋呢 比划太多 有很多金粉就掉了 金粉那个金粉把我包起来 我们所有的比赛体验都已经结束了 现在时间差不多也到了 什么事 我们时间在哪 还用来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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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轻点 轻一点 王伍为什么要帮我 我们抱一下 明霸曹陆在 陆陆 我在 旁边是点哥吗 点哥 弟弟 我在这里 这什么地方 现在要干嘛 干嘛 干嘛会不会爆炸 你们干嘛 快放我出去 上海你得玩火 天哪 告诉我 好漂亮 好浪漫 好浪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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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好漂亮 黑衣人 赶快给我们的火星训言员松绑 杨迪快熟了 院长 救我 这个好漂亮 好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 火星研究院第一季的颁奖典礼 首先我要颁发第一个奖项是 黑洞王 给 莫奖人就是 曹洛 有他存在的实验总有罢了 曹洛你搞什么罢了 你剪罢了 露姐有一种能力 就把所有实验做失败 我脑子生的时候问题 但正是因为这些败 让原本枯燥的许烟变得欢乐 它就像黑洞一般 拥有着无限魅力 吸引着身边所有的人 黑洞奖 谢谢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让我认识大家 希望以后还能见到大家 一定会的 至少能见到我 对 不但是见到大家 我们希望你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成家 对 对 好 接下来给大家颁发第二个奖项 叫大魔王 让我们有请获奖人 吴嘉诚 小吴 大魔王 大魔王 他明明是小可爱的 不是大魔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他浑身散发着无穷的精力 帅气 双狼真诚的他执着拼搏 哇 好帅啊 好帅 比较 哈哈哈哈 快乐魔鹰 传遍了整个宇宙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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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小吴非常的爱笑啊 但是我就想把这种欢乐 传递给大家 啊 院长我有个愿望 您说 我要将我的四方哈哈 传出 银河系 想将更多的欢乐 更多的哈哈带给大家 好的 恭喜恭喜 耶 开心 接下来第三个奖 撩网 撩网 获奖人就是 金刚 芭比 张 雨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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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轻视容颜 在看似弱不禁风的外表之下 隐藏着无限潜能 八七 一七 全队 天哪都是女人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身出现镜 却始终微笑如鱼 令众多网友 轻目不已 现在珍珍 她吧 她是我的男朋友 我会将撩巨型大主 作为一个撩王之王 撩王之母 继续在我们火星上 也把我的撩继承下去 好 第四个奖项是我们的长腿王 哎呦 他就是我们的长腿火星人 熊 孙青 哎 哎 你不是因为 长得好体力好脑子好 呃 他是众多实验员当中的隐藏能力者 哎 总会带给我们那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冠军啊 哇这腿真长哎 哈哈哈哈 腿撩这么高容易感冒的 谢谢院长 谢谢我的火星谁人的小伙伴们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这么长的一个综艺节目 这么长什么嫌长了 哈哈哈哈 你那么长 嫌长了 没有了 真的很开心很感动 好棒 恭喜恭喜 第五个奖项 叫做大王奖 那就是汪苏龙 他与院长有着非同一般的神秘关系 汪苏龙和爸爸 汪涵两个人 是院长助理的第一人选 这是院长领走钱托付给我了 她经约尬聊天赋予一声 你就是我的小 时的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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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综话说的好啊 不会唱歌电击之王 不是好大王 you see in the house yeah Valentine in the house 好 那我跟你说怎么会啊这种 谢谢火星 这个节目组对我的相信 很少在综艺上有这样子的呈现 然后这也是我觉得 很重要的一次表现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在 火星六月两年的表现 然后希望啊 在这个节目有给大家带来快乐 对谢谢说的跟真的一样 哈哈哈哈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好接下来给大家颁放的是大力王 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获奖人前方 他不仅有掰变天下无敌手的臂力 单手捏碎鸡蛋的卧底 哈哈哈哈 捏不碎 那他为什么捏碎了 我们公司是地狱常人的好啊 对于力量 哇 救命啊 啊哈哈 哎呦呦呦 他起得来好痛啊 哈哈哈哈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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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恭喜 第七个奖项是 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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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拼命男神经 陈汉蝶 汉蝶熊 是鸡王 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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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开始的弱小田鸡 到超越自由泳世界 纪录强大的腹鸡 冠军是属于大家的 每一个实验都记录着他 平均全力的态度 没有问题 OK 好 因为我在这边有葡萄 只有最乖的小朋友 才看得到我们 谢谢院长 然后也要谢谢所有 这个目前幕后的英雄们 就是还有我们这个 导演组很辛苦 做实验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你们的用心 我们继续挑战下去 好不好 谢谢汉蝶熊 谢谢 谢谢 看夫妻 看夫妻 他已经休息了 对 第八个奖项 尖叫王 获奖人 杨怡 人人都说他只有一面 但在研究院他有很多面 我是番茄精灵 订备 在两个心里面 你是事前知道的吗 我是听这个听出来的 九四二五十一四三 尤其是他的尖叫声 我相信 火星研究院成这样遗迹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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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是放龙行骸的尖叫 这更是突破自我的声音 对 因为我真的在火星研究院 贡献出我基本上录节目 有史以来最多的尖叫之声 因为他们经常让我真的 包括刚才也在尖叫 但是参与火星研究院 是我这半年录制最快乐的一个节目 每次见到各位就觉得 真的像家人一样 很喜欢和大家聊天 希望我们第二季继续尖叫 谢谢 谢谢杨迪 最后我们要为我们的金牌实验员 颁发独一无二的火星勋章 恭喜从三轮火星考核当中 脱颖而出的实验员熊子齐 我们再次掌声恭喜 熊子齐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火星研究院第一季当中 一共解决了21个地球人关心的问题 从姑姑醉立的宝宝 到追逐爱情的年轻人 从叫醒起床的急速奔跑 到我们用实验去理解地球人的生活 用行动去诠释什么叫做超能力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所有的实验员 暂时回归地球人的身份 发现并搜集更多的地球人关心的问题 随时等候院长的召唤 最后喊一次我们的口号 火星研究院行动更是超能力 为了防止研究院的实验数据外线 所有秘密实验基地即将被毁灭 做得到写日的迦接下 wahr 做成功的 1个的要求 这小字与E 做得到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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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综艺 一开始我可能会想很多顾虑 但是大家用爱包围了我 所以我觉得加入这 我是非常温暖的 可能是我这一生 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这一年在这边录节目 带来那种笑声啊 各种笑点啊 还有值得记忆的地方 是在火星研究院产生最多的 很开心能参与到 这个项目里面 其实说实在的 我之前是没有经验的 第一次院长助理就是我 我要去控整个的流程 但是大家愿意相信我 然后一点点磨合 一点点磨合 到最后一期 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们算是难凶难地了 不开门了 不开门了 就是有那种共同患难的那种记忆 我们真的是做每一个实验 我们都很认真 很拼命地去做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学到很多东西嘛 就是你跟团员之间的那种互动 在完成任务之后那种成就感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好的 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跟没有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这个团队的年距离是不一样的 大家每个人都特别好 在一起也是一个特别的化学反应 看似好像莫名其妙不搭嘎的一群人 却在一起那么地和谐 火星研究院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家庭 但是我在里面 他们还是把我当很好的弟弟来照顾 真的是一个让你在非常繁忙 让你喘不过气来的一个工作过程当中 能够很放松自己很安心的一个地方 我其实感觉更像一个团队 每个月你想要来了 然后要跟大家见面 然后一起录这个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开心 就是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其实研究院对我来说就像回家一样 我回来我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但是我多了好多的朋友 所以我不怕 非常非常期待 我今年渊源的第二季 希望自己然后再多的去挑战一些 自我感的东西 我希望这是一个结束 希望是另外一个开始 韩哥快点赌日才 希望院长赶紧把我们召集回来 火星研究院行动正式超能力 实验是秘密 实验是秘密 处理已久的数据 剧张能听见声音 或信任的比喻 实验的远离 愿意不断的好奇 他胆肩执着自己 心动是超能力 火星研究院行动正式超能力 诶 等一下 火星狐狸大放红小舞聚会 哈哈哈哈 哈喽 欢迎来到小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干嘛 今天也没有道具 这个名字特别的大气 叫什么 叫捏手不举 捏手不举 我不用捏手 为什么 那我直接就奔入主题 直接来做这个实验 给你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不举呢 就需要一个女生给我配合 你看 我没有小歪吗 来 三二 我是可以举起来的 让我直接再示范 我们今天的小实验 当我举你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捏我这里 捏我这里 捏关节吗 这 这 对 对 真假的 你不演吗 举不起来了 我真的没有演 要不你们试一下 风哥来 风哥试 怎么就举不起来了呢 风哥是我们力量最大的 对对对 他在风哥这里 我会干的 好 时间失败了 失败了 失败了 我会干的 龙龙是不是特别想举一下雨昕 哈哈哈 风哥懂我 来一种嘛 那这样我弄完之后你也举一下草蜂子 哈哈 对你这样 哈哈 哈哈 那是风哥 你俩这贝壳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来 再捏 捏住那个关节的上面 上面一点点 不演 你真用权力 我没有演 真的 真的举不起来了 真的举不起来了 真的假的 举一下两百斤的草蜂 讲什么两百斤 四十五公斤 一百斤 四十五公斤 五十四 三二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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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了 我放置 我举不起来 不要在我们聚会里面打 你骂笑 举不起来吗 肯定举起来 风哥力气太大 捏捏 三二 用力 用力 一 用力 用力 真的 用权力 失败了 哈哈哈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哇 耶 其实原理也特别的简单 之前我们试过这个 什么姿势 感受到她风傲头肌的力量有多大 嗯 当风哥举起陆姐的时候 陆姐按住了风哥这个极键 然后导致风哥的风傲头肌发不了力 极键 对 就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这么简单 因为陆姐在我心中的分量太重了 好 今天我们这个小实验呢 可以跟我们一起实践起来 还等什么 赶紧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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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